羊肉吃法多样,要想做出香喷喷的羊肉,选才是第一步。 专家带你调羊肉整块的羊肉,摸一摸新鲜羊肉摸上去有点黏,猛轻易沾住笑纸桥。 打过水或不新鲜的,就不会有这种黏手的感觉。 新鲜羊肉肌肉结构,坚实而有弹性,购买时,可以观察一下羊肉的肌肉纤维,越细嫩紧密的越好。 带骨的羊肉,看骨骼痛骂带骨的新鲜羊肉块时,可以比较骨骼的粗细。 通常骨骼越细的,说明羊的年龄越小,肉质也更鲜难。 切片的羊肉,观色则切片羊肉有新鲜的和冷冻的两种,新鲜的羊肉片,因为肌肉纤维紧密,如果切片较厚都可以立起来,而不新鲜的都软塌塌的。 冻羊肉可以从色则变别,新鲜的冻羊肉色彩鲜亮,形成鲜红色,而时间放得久的,则会冻得颜色发白,反复剪冻的羊肉,也不新鲜,往往成暗红色。 羊肉是肌肉相见的,脂肪部分因结白细腻,如果变黄,就说明已经冻了太长时间。 怎么健康的吃羊肉,一是和人群羊肉富含血红素铁,新的微量元素,且容易吸收,同时,蛋白质含量高,对贫习,缺心的人非常合适,比如体肉怕冷,手脚冰凉,气力不足的人。 而仅是人群羊肉,含有饱和脂肪和胆固醇,对于平日大鱼大肉吃的过多,血脂高,低密度质等白胆固醇超标的人来说,建议少量吃。 三搭配建议体肉怕含的人可多选羊肉,羊肾,羊肚脂,类涉入,同时适合选择芝麻酱蘸料。 芝麻酱含能量比较高,富含钙,铁,新的多种微量元素,维生素一丰富。 对于改善血液循环和提高抗含能力都有帮助。 高血脂,高血氧,淘尿病的人,以防减少羊肉的量,避免使用红油或香油作为蘸料,可以用一些海鲜质蘸料,或不食用蘸料,食材增加蔬菜,鸭系,豆腐,海鲜之类食材的比例,避免内脏,减少升高血压,血糖和血脂的风险。 高尿酸的人尽可能少吃羊肉汤锅,避免痛风发作风险。 同时避免羊嘎,羊肾,羊肉浓汤,更加注意吃羊肉时,避免饮用和甜饮料。 饮品选择白开水或者淡茶水,是吃羊肉最合适的饮料。 同时,寒冬避免吃冷饮,或者冰蒸水果,避免成味肠道不适。 食材入锅顺势淀粉类食材,土豆,山药片,薄片,红薯,另几新鲜蔬菜萝卜,生菜,白菜,各种蘑菇,豆腐适量的羊肉,50至100克。 羊肉炖萝卜,健健康康推荐一道家常菜,羊肉炖萝卜,味道绝配,营养互补,是盐冬间补的佳肴。 但是应注意的是,羊肉以肉为宜,肥肉部分一律去除,每次总量不宜超过二两。 而肉汤富含跳铃,不宜多饮。 羊肉炖萝卜食材,羊肉,白萝卜,料酒,生姜,食盐。 做法,将白萝卜和羊肉洗干净,切块备用。 将羊肉放入开水中煮五分钟左右,然后去除浮沫取出羊肉。 将羊肉,料酒,还有生姜一起放入锅中,炖煮到大约裂分熟的时候,放入准备好的白萝卜。 等到全熟之后,加入食盐就可以食用了。 来源,生命食饱,吃好。